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是内阁 尤其是最近的内阁团队被基为是外星人内阁 尤其经济部长郭志辉上任采满一个月 他频频对于关核电 电价等等议题发表了个人的看法 哎呦不得了了好不好 被一些民进党的立委点名是这个 朝野政治攻防的破口 那么甚至在这个 镜周刊还爆料说 郭志辉在 昨天上午11点多 这时间显得很清楚 在某校友的群组内 转发谈话节目的片段 质疑立法院被中共掌控 国家整体方向 已经朝中共预期的方向前进了 好我们看到这个内容写到什么呢 好恐怖啊 他转发的内容 听完明居正教授 中共所安排的布局 原来台湾国家的立法院 早在中共掌控中 被明居正教授直接点名这两位人物 好台湾国家目前已经是随着 中共预讨的方向进行中 好那么主要是这个影片内容是指控 习近平在今年台湾大选之后 要求涉台单位抓住韩国瑜复婚旗 担任立法院长和国民党团总召的实际做事 国谈办为此拟定了占领 台湾立法院制高点的统战战略要点 好那郭志辉赶快出来解释 他说我只是转发 这不是我的意思上面的文字也不是我写的 是台大教授明居正所述 我只是转发而已 收到后连看都没看完就转发了 这是我的坏习惯 以后会更谨慎 好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关于这个国会改革的小兵和尚 都有可能会被质询吗 好那郭志辉也说 哦科技界现在确实也感到非常的恐惧 主要是昨天卓龙泰呢率领部会首长前往立法院 就国会改革复议案备巡 那么邱志辉咨询的时候一口气要求了像是包括了经济部 财政部等五位部长上台 细数这些机场小兵啊宗教团体啊和尚啊 未来可能都要到国会接受训问耶 好所以经济部长郭志辉才说的确科技界应该是非常恐惧 在这边我只能说辛苦了这个郭志辉啊好不好 现在呢要把自己努力的变成民进党的形状 蔡薇 那郭部长他应该最先要认知到的 他现在已经不是这个产业界的一个 是大老板啦 对普通大老板而已 他是一个掌控我们全台湾经济任务的经济部长了 话不能乱说 所以任何发言哦 他的任何这个讯息传达其实影响的不是只有包含内阁要出来帮他做澄清而已 其实都是会影响到市场上面的一个重大资讯 所以部长要谨言盛行这是第一个啦 不能再说什么啊自己有坏习惯啊 然后就坏习惯就是这样子就解决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事情 那第二呢 刚刚其实主持人讲到说现在郭志辉努力的把自己变成是民进党的形状 真的辛苦他了 但是我觉得他做的也很开心 因为是他本来就是一个很爱做官的人嘛 他过去的一个案例我们其实有稍微了解到 他其实就是因为他经济什么财力都有了 但他就是一直很想要做官 所以这次终于让他做到了 所以我想他不管要变成什么样形状 我觉得他都很很很乐于变成什么样的形状啦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这个赖清德他民调掉的一个最主要原因 也包含之前大家认为 比较相对有亮点的是郭志辉嘛 产业界的人士还有彭启明嘛 这个气象专家嘛 可是你看现在郭志辉 动不动就转弯 光之前说要支持何能 然后跟民进党这个立委吃个饭 被骂了一顿 之后又转弯了 彭启明现在其实也看不出 他有什么样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亮点嘛 这些亮点都不都已经不是亮点之后呢 那请问赖清德的亮点在哪边也难怪被大家说是外星人内阁 因为不只是郭志辉 而且郭志辉他的这个 荒谬事情还不是只有如此而已 他之前还不是说希望大家不要这个一台冷气就好了 不要吹冷气 所以也被骂翻了嘛 那包含郭志辉还有这个管碧琳呢 只会遇到问题就把这个问题推给基层 然后顾立雄呢只会说我们有所掌握 所以整体内阁看起来不只是毫无亮点 而且是毫无表现 毫无内容啊 民生的事情没有解决 民众想要知道的答案 你也没有办法如实的交代 那请问我们要这样的内阁做什么呢 是现在的内阁只剩下一个功能 那就是斗争在野党 扭曲在野党 扭曲国会改革 他们说这个科技业很紧张 其实事实上我了解到的其实不是如此 科技业他们想要了解的是 我们这个国会改革方案到底是要去调查什么 的确他们有疑虑说 我们是不是真的像民进党说的 我们会被抓去问话讯问等等的 那事实上他们了解这个整个法案过程当中 他们就觉得不会其实不是 那为什么民进党还要一再一再把说 你看这个各产业界都很担心 都很担心说我们未来会被叫上去讯问 事实上他就是在做一个舆论战嘛 就是在做政治操作嘛 但其实现在包含科技业 包含整个产业界 甚至是宗教界 其实都不是像民进党所讲的那样 民进党带上去的那些人 就只是民进党的傀儡而已 所以其实你看现在民进党也已经没有招拉 他也只能把就是 把大问题都丢向产业界啊 所以你看产业界很担心啊 不是我在担心 都是产业界有问题啊 等等什么都是堆上产业界 那我觉得最后其实产的会产再是产业界哦 为什么 因为产业界 事实上这个政府他现在包含你说要发展AI 但是能源整个状况没有改善 产的是谁 产业界 现在我们要想要花时间去改善这个电力的问题 能源的问题 现在不改善的是谁 民进党啊 产的是谁 产业界啊 所以以后真的产业界就变成产业界 你说民进党在说啊很希望这个黄仁辉多在台湾做一些这个支持做一些投资 问题是连黄仁辉 连美国的这一些黄仁辉对黄仁辉对黄仁辉对不起 连黄仁辉都已经告诉你我们现在电力的确就是有一些破口 现在电力就是有一些状况的这个当下 民进党不愿意去解决只会告诉大家你看他好爱台湾哦 你看我们台湾就是有很好很好的一个基础让他去投资 问题是事实上你们有看到的是他们希望你们帮他解决的问题 所以啊民进党跟AI的距离最近的距离呢 就是他们发展出那个CHIP DPP 而且呢 活了一天而已吗 一天就下架了 对四个小时就下架了 这个呢就是他们跟AI最近的一个距离 好这个网友呢 Marie Doe那一进来说 这借着国民党立委团结有战斗力 让支持者刮目相看 蓝伟和韩院长加油 人民是你们的后盾 潘埃斯也抖内说 昨天巧心强歌龙界先接头宣讲表现不错 主动出击 国民党既然在野第九年就该有在野的样子 不要只是在朝堂之上 应该要深入民间才能够再度执政 好那说到了这个郭之辉 当然虽然说他只是转发 可是转发说这个是什么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想要控制台湾立法院 甚至在立法院备选的时候 郭之辉也说 科技界现在非常恐惧 担心会因为这个国会改革法案 然后被叫去问话 好那黄伟和评论员呢 他就点出他的观点了 他说其实赖清德现在走的抗争 到底的路线的苦主 不是他自己而是这三位 包括了郭之辉 朱镕泰还有今晚会主委彭金龙 他说郭之辉彭金龙 他们政治性不强 而且都是希望解决问题的人 但是遇到蓝白绿对撞的状况 复义事件甚至罢免 这三个人都没有办法发挥所长 只能够选择留在船上对撞或是跳船 那么目前看来 对啊 你要嘛走人嘛 那如果你还要继续留下来的话 你也只能对撞啊 郭之辉显然是要这样了吧 说政治性不强 但学得很快啊 马上就变成绿的形状啊 这叫做从善如灯 从恶如崩嘛 对吧 要让一个正常人变成戈布林 其实也是很容易的事情 因为你只要发挥人性本恶 然后或者就是散播谣言 你就很容易可以成为戈布林了 但你要成为一个正常人 你就很困难 你需要去研读国会改革的法案啊 对不对 你看像这种说 还在相信袁宏斌那一套啊 习近平指示啊 这个傅昆奇跟韩国瑜 这我们以前都已经澄清过很多次了 但是为什么这种东西 还是会一再地传呢 因为他们有太多人干嘛 接连着讲 对吧 今天是袁宏斌奖 明天变什么石板民主奖 然后再来又是明居正奖 然后再来又是立委奖 议员奖 每个人都讲一段 讲的都是同样错的论述 可是呢就根本也很少人有机会 那比如说我们不可能 每个人都来讲一次澄清的谣言 然后四处的传播 所以怎么办呢 大家一定要多多按赞大新闻大包括 然后按赞订阅加分享 好那再来一个 就到底所谓的科技界会恐慌 这件事情也是胡说八道 请问在现况底下 任何一个上市上柜公司 或科技的生计的公司或者是员工 那有没有可能有机会 会被警察 法院 调查站 然后请来当证人约谈 有啊 涉案就有可能啊 那请问现在科技业有没有很害怕呢 没有啊 因为我又没涉案 所以同样嘛 就未来国会调查当中 科技业又没涉案 到底在害怕什么 现在应该要害怕的应该是 高端啊 高登啊 超私啊 这种才要害怕啊 那请问一下就是 英伟达 辉瑞要害怕吗 不用啊 台积电要害怕吗 不用啊 又没关他们的事情 而且我们退一万步来讲好了 假设真的有一天 这个因为了某某的案子 请来了什么科技业的人 或者有立委居心不轨 想要套寻什么机密 假设真的过半的立委 脑子都晕了 还要去同意他这件事情 然后呢 这个当事人呢 也脑子晕了 还不去请律师 然后真的上来作证了 我们退一万步 这么极端假设的状况 你以为我们现在立委的素质 能够问得到什么机密吗 对啊 就我们目前一百多个立委 懂AI 懂科技的 可能还不超过十个吧 你怎么会觉得我们的立委 有本事问到什么是机密 对不对 你说啊这个机密痕 可能就会被拿走啦 被拿到习近平桌上啊 第一个本事就是问机密的人 本身是要对这个行业 有相当程度的了解的 你以为我们的立委有那么多 都懂AI吗 都懂什么是这个深度学习吗 都懂什么是自然语言模型吗 都懂什么叫做强化学习 监督学习 无监督学习吗 不懂啊 懂的人也不多 所以退一万步而言 假设真的有什么 这个脑残的立委 决定要来通过一个很奇葩的事情 要通过一个很奇怪的调查 而且过半的立委 全部都脑子坏了 来通过这件事情 也是不大可能被问到什么机密的 因为就像当初 对吧 周寿之抖音的 然后去到美国听证会上 结果美国的议员问的 都是什么脑残问题 你这个可以连到我们家里WiFi吗 对不对 然后他的言论就会被大家所耻笑 所以如果真的有所谓的立委 在乱问问题的话 会被耻笑的是那个立委 而且这个作证的当事人呢 其实是有各种的 如果他涉及到国防机密 涉及到商业机密 他本来就是可以拒绝回答的 而且旁边的律师是可以提醒他 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范 这些都是可以拒绝作答的 普通人如此 官员在做寻答的时候也是如此啊 现况底下国防部 国防部长他以前呢 邱国正在受执询的时候 我就记得他有讲说 这个部分不方便公开回答 会后再跟委员报告 这有依照我们通过的 藐视国会就来看 他有说谎吗 他有陈述不实吗 没有啊 那所以涉及机密 涉及不方便公开了 他就大方的坦承 这件事情目前不方便 会后再报告 也完全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所以总而言之呢 目前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绿营的这些人士 干嘛呢 就还是一样要变成赖清德的形状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 到底所谓的船上对撞 或者是跳船 怎么会跳船呢 好不容易才到这个位置上 干嘛要跳船呢 当然是继续在船上 但他们不觉得这是对撞 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叫做 听赖清德的旨意开船 必然可以怎么样呢 必然可以走向康庄大道 好不过我想要先问一下亮哥 就是没想到台湾民主基金会 这事战线延长 我们来看到今天上报的独家报道 也就韩国瑜指派 卢月中接执行长又卡关 主要是因为呢 韩国瑜昨天在立法院主持会议 向董事会请假 因此会中决议 搁置韩国瑜指定的执行长人事案 民主基金会执行长人选就继续难产 而负责主持会的外交部长兼 副董长林嘉隆同意这个提案 认为执行长人选竟然董事们有意义 没有办法讨论 就先搁置 执行长由现任的廖达奇继续先代理 执行人士认为提名 如叶中不是不可以 只是还是要跟董事们协调 讨论一下比较适当 因为执行长要接见万兵 而且应该与赖政府的国际外交路线 相互支援落实 所以才会希望有相关讨论 并非如外传的卡如叶中 可是感觉起来就是 韩国瑜的部分他们放手了 但是如叶中不放 令营继续卡 那因为韩国瑜早早就喊出 他跟如叶中两个人是要同进同出 所以接下来怎么办 还是说绿营故意要借此 就可以逼退韩国瑜 亮哥 不可能 不可能 因为基金会本来就规定 立法院长就是董事长 是吧 对啊 那怎么办 那卡如叶中 林嘉隆最急 不会是韩国瑜了 林嘉隆不敢得罪 那个立法院院长 不可能 所以下次就过了 我觉得这个是 绝无可能不让韩国瑜当董事长 那林嘉隆作为外交部长 他也得罪不起立法院长 那你预算要不要过 民主基金会也是预算 也是要外交部送 而且外交部不是单独送 他是送自己整个预算 所以这种民进党怎么去杯葛都没有用 我觉得到最后还是韩国瑜跟卢叶中 而且卢叶中 是一个完全没有争议的 所以我在说他们怎么对卢叶中这么有意见 到底怎么回事 不是啊 因为他那种程序的理由 就是说董事长人不在现场 他也不是对卢叶中提出个人的 说他有什么问题啊 他就是说韩国瑜不在啊 就不要审啊 就这样啊 我觉得这个不可能有变数了 这个如果要换卢叶中 那换一个更凶的 卢叶中其实是非常温和的人 而且他跟林佳龙也认识啊 所以你说到时候 说什么有重要的场合 他会在现场 那那个人事实上就是林佳龙啊 他又不可能跟赖清德同 民主基金会跟总统不太可能会在一起 大部分都是外交部长 那相关的业务 大概也都是外交部长 那他主要是 主要是有一些 因为我已经刚才跟你讲过嘛 所以有一些外交部不好 明白来做 那就由民主基金会带坐 那有一些可能就是美国的 交办的事情 因为你是跟美国的NED 民主基金会对口 那他有时候要邀请什么达赖啊 什么新疆啊 达赖西藏啊一些人嘛 那我们的外交部不好出面啊 大概是这一类的啦 或者是香港啊 和异议人士啊之类的啊 那这一些你说到时候 林佳龙要不要再来拜托韩国瑜 所以我是觉得没有的选择啦 所以亮哥觉得台湾民主基金会 就是卢叶忠和韩国瑜和卢叶忠 对没有悬念啦 没有悬念啦 因为林佳龙也不是斗鸡啦 他不是吴钊燮 那卢叶忠跟林佳龙是认识的 所以我是觉得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啦 那有讲到这民主基金会 其实我到今天早上看到这新闻的时候 我还是蛮讶异的 怎么过了这么久 然后还在讨论说 持续的在卡韩国瑜所指派的卢叶忠 那刚刚听到亮哥已经挂保证 他认为 韩卢出手应该是没有问题 就是韩国瑜跟卢叶忠的搭配 呃应该不至于卡到底啦 只是我想要先请教吴针哥 另外一件事情 我们这几天都在看到带风向的民调 刚刚看到一个最新的是来自于 这个凯达格兰基金会 新台湾国策制库公布的民调 那他其实有做很多的面向 例如对本届立委的整体表现 有27.9%的民众表示满意 59.9%不满意 好不是很意外 可是里面有一项呢 要单拉出来 特别请吴针哥帮我们来解析 院长韩国瑜获得了44.1%的满意 有49.5%的不满意 那民进党团满意度最高 国民党团居次 民众党团最低 这又是一份喜地民调吗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就就教于不分蓝绿的 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曾几何时你听过这样的一个民调公司 那么所以呢 常常这个如雨后春笋 特别是在2016年之后 大概在台湾呢 就多出了原来的这个执行民调的机构 大概有两倍以上 这样的一个新种的 这个民调公司出现 他们也提供了非常多的这个民调的数字 我觉得这些你只要用选举的结果 就可以来查验证他们这个民调的客观公正性 所以连自由时报都还有做过民调 但是他也从来没有公布过 到底开放民调中心给大家来 乒乓结嘛 让大家知道一下他们到底 民调是怎么作业的嘛 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份民调的公布 我觉得他就是 我就助政吧 与其说他就是一个民进党的侧翼 然后来巩固领导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机构 我觉得都不为过 所以我觉得大家我们在解读民调 或者是我们在接收民调讯息的时候 其实在台湾人从我们2000年开始以后 我们其实都非常熟悉的知道 这个民调的机构 他们的一些包括所谓的机构效应 还有民调的客观 所以您好比说像今年 就是这个2024的这次的总统大选 大家都做出来就是 由实际的选举的结果来对照 大概就是TVBS的民调 跟联合报的民调 他们所做出来的结果 是比较接近选举的 真正的这个投票的结果嘛 长此以往 经过几次的这个选举的累积 大家开始就对于一些民调机构 他们所做的民调 它的公正性 它的客观性 可信度 其实心里面都已经有了盘算了 所以随意的公布一个民调 其实我坦白说 如果要这样做的话 我待会下了节目 也马上公布一份民调 给大家看看 过去你都没有听过 但是我今天首次的愿意公开 就像今天刚刚所提的 什么新台湾智库 凯达格兰大道 新台湾智库 我也觉得就是 大家了解一下 他为什么在此时此刻 会公布民调的真正的用意 其实就是民进党 在刚刚520执政之后 才刚满月 今天满月 他的一个危机感 就已经出现了 所以才要透过 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虚假民调 然后来巩固 他的这个领导中心 我觉得他的背后的用意 不外乎是如此 感谢一下我们的观众朋友的斗内 这个Cynthia的斗内 还有沈浩宇的斗内 说真的恐怖 已经被捏成民进党的形状了 特殊形式的斗内说 清德意志元首的奋斗 一清再也政党 二清非绿的刁民 三清中华民国 大清德意志帝国万税 那也感谢特殊形式的再度斗内 不过他的斗内呢 是希望有请汉庭兄来朗读一下 他后面的这个创意 不姓谣不造谣 罢免请投无私谣 好 好冷漠 好那非常感谢这个 洪安婷的这个 自证枪言的朗读 那当然我请教我们的Bad Boy好不好 就是呢 韩国瑜到底为什么 不要再说了 哈哈哈 洪安婷你刚刚错过一个梗 什么 就你知道李柏玉现在是 就是政坛最坏的仔吗 什么仔 大仔 他现在就是Bad Boy 因为北柏 你知道为什么Bad Boy吗 为什么 北柏裔 哇 算算算 我的通告费还你后面 哈哈哈 好啦我想问一下柏裔啦 这个因为韩国瑜呢 他在前天的时候 有在晚上夜请 这个夜宴 所谓的白尾 那我可以理解就是他基本上 蓝尾白尾跟之后也许 民营党立委 愿意赏光的话 他都很努力去接触 那只是说在宴请白尾的 这个晚会 餐会上面呢 有出现柯文哲 那可是这应该也还OK 因为柯文哲 其实已经很多次想跟韩国瑜吃个饭 但有一件事不寻常 就我们都了解柯文哲 不管是或多或少 从嘴巴讲出来的发文也好 或者由夫人 由妈妈这边都可以走到一点风声 偏偏这个餐会聊了什么 柯文哲嘴巴就是BB 我先说啦 柯文哲实际上跟韩国院长算手 以前从北农总经理的时候 他们关系其实都算是不错的 包括了之前要选高雄市市长啦 然后还有等等的情况 双方展现友谊都是非常好的 但是以柯文哲以往的态度 就是呢 什么是只要从他嘴巴传出来 要嘛就是扩大 要嘛就是不曉得是真是假 讲的都是非常的聪动 让所有的新闻媒体来追 但是这一回 为什么他跟韩国瑜院长参会 到现在三间齐口 完全不讲参会的内容 我个人觉得柯文哲本身 可能在这段时间里面 终于沉淀了他的心啦 因为柯文哲大家不要忘记了 不管他之前民调高或低 都有一个相当被重视的职位 之前是台北市市长 选举的时候是总统候选人 但是现在呢 好像他民众党党主席的位置 不是那么重要啊 他们只记得民众党党主席 总招是黄国昌啊 谁知道民众党的党主席是柯文哲 没有人在意他 所以对于柯文哲而言 我认为在这段时间之内 他更了解到了政坛里面的人情人卵 所以他现在对于接下来 所有对他可能有帮助的人 他都是非常的小心来对待 因为如果他连韩国院长讲的话 到现在还是一样大啦啦 随便跟别人讲到处的宣传 甚至胡说八道的话 他恐怕连韩国瑜院长的友情 他都会失去 所以对于柯文哲而言现在 他抓住每一个 他能够去掌握的朋友 以及抓住每一个 他有机会在东山再起的机会 韩国瑜院长绝对会是 他最重要的一根稻草 因为韩国院长不管是 我是伏木喔 对啊 伏木我不敢说有没有那么大啦 但是至少稻草是有的 让他稍微拉一下啦 因为要知道韩国瑜院长 在这几个月来 立法院院长的职务 实际上是客进直收 他不管是蓝的绿的白的 他都尽全力的 在表达他中立应该要有态度 所以对于民间而言 对他的感觉 原来相当的是不错的 不只是深蓝的支持他 很多年轻的族群选民都回来 觉得韩国院长 哎 不错 以前对他的一些仇视感 对他敌意大幅下降非常的多 而很多这些年轻的族群 本来是支持谁的 是支持柯文哲的 但这段时间之内 已经渐渐的离他越来越远去 所以柯文哲希望能够 把这些年轻人重新拉回来 又不要经过黄国山 黄山山之首 该怎么办 我觉得韩院长会是他现在最好的选择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现在变聪明了 也沉淀了 可是我还是要讲 这一切都还是政治算计 讲白了 这么多的一些内容 这么多一些做法 都还是为了柯文哲 希望他有一天能够东山再起 有一天能够重新再回到媒体宠儿 我觉得这个东西柯文哲要加强 但民众也要看得清楚 因为到底是谁 对于国家未来有帮助 到底谁是真的为人民着想 我觉得我们心中要有一把尺 很多的政治人物都是话中情统 讲得非常好听 选举的时候支票开得非常满 但选完之后 发现常常货不对版 就讲的跟做的完全是 南辕北辙 完全不一样的 这种东西我们民众一定要脱下 这种东西我们民众 一定要用眼睛看得清楚 接下来一定要把你的支持 投给一个真的为国家 为民众的政治人物 我觉得不管是国家而言还是人民而言 那才是对我们真的有帮助的东西 柯文哲这些做法 只不过是另向的表达出 他对政治的渴望 以及对于他希望 接下来政治能够重新再翻身而已 那他的这种做法真的是 对民众好 真的是对民众党好 真的是对 包括了我们整个国家社会好吗 我个人还打上一个非常大的问号 因为对于柯而言 我认为政治以及未来的政治前途 才在心中到目前为止 都还是最重要的一个方向跟指标 感谢我们的核仙仙的斗内 谢谢博弈在这么热的天气 提供这样的谐音梗 感谢哭哭的斗内 永远支持侯汉廷正义的化身 台湾的未来 汉廷你再帮我等一等 因为启正哥我也想同样 再问一下这一题 而中平社就说呢 他认为柯文哲会不说话 会不出来转述 或不多说些什么 代表两个人在谈的事情 水很深吗 能谈什么水很深的 柯文哲的最近的静默 确实是让人非常好奇 因为他过去呢 其实就是一个政治网红 那所以突然不讲话 我觉得坦白说 我们不太晓得他背后的盘算 然后我们纯粹就是 从表面上面来看 那要不呢就是尊重国会 因为过去呢 他进驻立法院的时候 有人就说 事实上他是党团办公室主任 那如果说今天他还是这样 可以这个指手画脚的话 那不是更坐实了外界 对他的这样的一个评价 所以但是确实是对于民众党 现在的这个领导地位 连黄珊珊都已经减少发言了 那所以到底是他们全力的授权 给了黄国昌 还是另外背后有什么样的盘算 另外一方面 其实事实上柯文哲呢 现在已经也成为了一个重视之地 特别是在金华城案的 这个事情上头 他目前还没有被摆脱 还在接受调查当中 那所以再加上呢 最近的这个郝龙斌 对他又多所的指涉 因此呢我觉得 他的这样的一个晋升 我觉得有他背后的一个盘算 特别是在他目前所处的 这个政治的氛围当中 而且又还有这个司法的这个追杀 所以他保持静默 我觉得一方面是他这个 目前非常的问乱 所以到底要采取什么样的一个 现在还来担任攻击手 恐怕这个时机并不适宜 所以现在既然这个焦点 都放在黄国昌的身上 而且现在而且更何况 好像是一种草船借鉴的一种策略 你好比说现在外头的这些青鸟 他们也都是把矛头都指向黄国昌 所以让黄国昌来接受这些的这个弓箭 然后呢避开了现在的这个政治的炮火 我觉得恐怕也是柯文哲 现在采取明泽保身的一个思考 说不一定 漢婷我想拉回来讲讲我们刚刚在上个小时最后 也是这一张的最开头讲的郭志辉 我想要念给你听一段郭志辉 在这个下午的时候的访问 就他当然有公布一下 关于这个电力的一些数据 然后说公布数据是为了让大家可以充分的安心 我们的电是够的 那他也公布了 譬如说像机组啊 现在在运作的啊 或是说呢 这个和山在下个月会下来 那多少的机组会跟着再继续运作 所以请大家不要担心 我们的机载电力都是在发电的 有趣的点是他说经济部要求台电要去做小卡 这小卡要说明什么是断电 什么是缺电 什么叫做电不够 会做比较容易看的图卡 那他说他今天下班出来 没有出来的话呢 会就会回去经济部里面 或是回去台电里面去骂人 那这个消息一出大家就说 哇国军有喝水小卡 台电下是不是有跳电小卡 有了这样子一个脑洞大开的 一个经济部长怪不得会被人家消失外星人啊 就是在做认知作战 其实关于到底有没有缺电 如果我们拿马英九时期台电的标准 跟现在来看 现在是早就天天都面临警戒的状态 那当时我们要求全面都是绿灯 可是民进党执政时期 曾经把这个灯号的标准一度往下修 然后再来呢 就是把这所谓的安全的背转容量 就是标准又往下降 以前在马政府时期呢 都差不多都可以维持在十几%左右 但是在近期蔡英文执政 尤其到了后面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维持到6% 民进党就说 这个已经是非常够用了 但是危急的时候呢 往往也都跌到了 2%甚至到3% 危急的次数非常之多 所以为什么经济部长 还要特地告诉大家说 什么叫做缺电啊什么 他就是在搞认知作战 重新定一套标准 那如果都没问题的话 为什么这两天赖清德还要特别强调 核电厂研议议题将共同讨论呢 依照民进党非核家园的立场 这有什么好讨论的呢 又不缺电对吧 核三除一了就是除一了 就退休就是退休了 有什么好讨论的呢 应该不要讨论了 所以当赖清德也认为要讨论的时候 其实台湾缺电的现实 就不必要再隐藏了 而再来呢也是建议 目前的在野党 绝对不要去帮赖清德 帮民进党 想任何核电研议的解套方案 先前民众党的立委张旗凯 曾经说赖清德希望在野党 在核电研议上能够帮忙解套 结果国民党的委员 就真的提案来帮忙解套 那我不知道 目前提案的进展状况如何 只能希望说绝对不要帮他解套 因为如果真的停电的话 大家才能够知道 这就是在民进党执政时期 所制造的恶果 那装睡的人怎么样呢 你只有狠狠的拍打他才能够醒 所以要击溃理想主义 那就是用现实来去冲撞他 对于那些相信台湾还不缺电的 相信能够用爱发电的 那怎么样 就是真的让他家能够停电跳电 那他才会知道台湾真的缺电 他才会真的知道 民进党讲的话是不可相信的 否则我们现在顺便的顺利的 让核三研议了 然后台湾有电了 赖清德下一届 2028年他的说 你看我执政台湾都不停电 藍白都在乱讲 民进党执政好棒棒 这样有比较好吗 所以当然了我们还是希望赖清德 能够兑现他的选举承诺 他既然先前都主张非核家园 未来就让非核家园一路进行到底 在电的这个议题上 就如同未来一旦国会有了调查权 最应该要担心的绝对不是什么科技业 而是过去曾经拿下台电标案的 甚至曾经犯下弊案的 这些由民进党带领 甚至主团所成立的绿电公司 你也和我一样爱吃米食 面食 甜点以及手摇影吗 我特别了解你的烦恼 所以现在要跟你分享一个 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超级好物 就是这个 每日完胜白肾豆萃取物口含定 餐前三十分钟一次吃两颗 吃大餐so easy 我旺旺出品的这一款 每日完胜白肾豆萃取物口含定 是柠檬红茶风味的 像这种夹链包设计 特别严选了北美优质白肾豆 获得了美国FDA的认证 以及GRAS健康许可 这个成分其实是很天然 而且品质安心有保障 所以现在就赶快上快点Go 为自己的健康自信 以美丽下单 很重要的是记得输入推荐代码 因为会有额外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